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一幻想乳癌就要积极面对 透过不同的治疗方法 很大机会会康复 但是乳癌复发的风险极高 绝对要了解和关注 回来健康关注组 我们继续探讨初期乳癌无症状 治疗之后复发高 我们现场两位嘉宾 包括有临床肿瘤科专科 施俊健医生和注册运动营养学家 邮善然Sindy 施医生 我想问 万一这个HR positive的乳癌复发 治疗成效是怎样 其实HR阳性的乳癌方法 其实对荷尔蒙是敏感的 所以最主要一个方法 很常用就是一个叫荷尔蒙治疗 是 减低一些身体的女性荷尔蒙 对肿瘤刺激 继续肿瘤会凋零 可能有些人会吃药 实际上有些人会打停经针 就减低了女性荷尔蒙的制造 有一些新的方法 就会在除了荷尔蒙治疗之上 就会加一些口服的标靶药 刚才有提过 一些CDK46亿制剂 所以将癌细胞生长的机制 完全停顿了下来 继续有抗癌的效果 除了这类治疗之外 当然我们传统上会用化疗 或者我们现在最新也有些基因检测 分析肿瘤到基因层面 用一些可能针对的标靶药 去帮一些有基因特变的病人做治疗 而最新可能是一些化疗抗体 即是一个标靶药 搭载着一个毒性很高的化疗药 去到肿瘤才能释放出来 这些都是新式的做法 即我们一说起伏法 很多人士 特别是女性 因为乳癌的问题 她们可能会戒口 Cindia 在这方面 她们会否出现问题 如果戒口 其实如果你说戒口 就真的某一些食物 尽量戒口吃少一点 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有研究显示 某一类型的食物 是会增加患上乳癌复发的风险 是 酒精类 快餐类的食物 炸的食物 加工制的肉类 添加糖分 即是你喝东西或吃东西 加很多糖 是 和精致淀粉 这些类型的食物 尽量少吃一点 会更好 而且不要吃烟 是的 是的 你一定要看的 不要吃烟 施生想问 如果一旦很不幸 就复发 是否就会去到晚期 其实复发都有不同形式 有些可能局部复发 也算是相对局部 也可以用局部的处理 比如手术 甚至电疗可以处理到 但当然有些病人 复发的时候就比较晚期 已经扩散了 我想问如果真的复发的话 是否会更加难跟着呢 其实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复发 都相对比较晚期 甚至容易有扩散 到那个阶段 要将病座 完全跟着它的机会 相对比较低 但当然了 刚才刚才也提过很多方法 用一些药物 电疗 各样的方式 都可以帮别人控制病情 以及一个挺好的生活质素 Cindy 之前也提到 有什么类型的食物 可以降低 幻想乳含的风险 有没有这类型的食物 其实也有的 有些研究显示 经常听说 吃蔬菜生果很好 蔬菜类 绿叶蔬菜 例如芥兰 菠菜类 其实它们含有抗氧化物 胡萝卜素 叶黄素 另外十字花类的蔬菜 例如西兰花、椰菜花 它们含有一种 叫做榴化葡萄糖甘 对 入到身体内 就会转化成二流清酸脂 也可以帮助抗氧 另外水果那类就是 金骨类 例如橙或西柚 还有比如 梅类的水果 其实也含有很多 抗氧化物 都可以帮助 令自己癌症的风险 会低一点 最后也想问施医生 在生活上 有没有建议给大家 可以降低患乳癌的风险 其实也是 饮食上的注重 要健康饮食 不要吃烟 不要喝酒 还有要保持均衡的体重 適当的体重 不要过半 另外要多做运动 还有精神压力 都要抒发一下 减低精神的影响 施生 我想问除了女性 男性 我需要注意这方面 男性是否听说 也会有乳癌 其实也会有 但当然是相当罕见 是 但也有遇过这些情况 所以男士也要警惕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 也学了很多这方面的 乳癌方面施生 谢谢 多谢两位嘉宾 谢谢 今晚煮什么菜 又想保持健康 买多点菜 不是 最近听到有一宗新闻 说有个女孩为了减肥 吃了半年煮菜 结果最后体重虽然轻了 但幻想了严重脂肪肝 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让我问一下营养师 今晚先买菜 Anson 为什么吃得多菜 反而有脂肪肝 我以为吃得多菜 会瘦得快一点 其实真的很好看 每个人的情况 但如果就饮食来说 只吃菜去减肥 其实很营养 不够均衡 而且整体热量 其实是不够的 其实也要看个人 究竟其他的饮食 其他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 才会再断定 究竟是什么因素 导致脂肪肝 但如果只吃菜去减肥 其实也会有机会 导致脂肪肝 因为如果只吃菜 整体热量吸收太少了 令身体很快速 短时间内 就会分解了很多脂肪 变成脂肪酸 身体游离游离的时候 也有机会 可能会走到肝脏 积聚积聚 有机会形成脂肪肝 但是其实也比较罕见的 另外如果只吃菜的话 其实整体的蛋白质 涉菜会很不够 很大机会 会导致身体的肌肉量流失 肌肉量流失了 其实会导致 全身的新层代謝都会下降 繼而又会减慢了 身体分解脂肪的速度 令到减肥减磅的效果 是会低了的 所以令到脂肪肝的情况 也有机会更加严重 那又没有减得快 又健康又不用移动的 减肥方法 其实一定是没有的 而且是不会建议减得太快的 因为通常减得太快的话 之后反弹的机会 和幅度就会大 其实建议的速度 一个星期就不要超过 一至两磅的减磅 就会为之最健康 和减下来的磅 就会大机会是真的想减走的脂肪 而不是很极速减肥底下 大多数就会减了水分 甚至乎是肌肉 那在饮食上 我们可以怎么执行呢 譬如三餐里面来说 我们最基本的 会有饭 肉 菜 其实比例 最好一餐里面 一半的份量是蔬菜 越多颜色就越好 炒不炒 蒸不蒸 不要 可以加一点油 也可以 另外 饭 粉 麵 这些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就大概佔我们全餐的分量 四分之一 最好 就选一些高纤又低脂肪 譬如一些红米 糙米 另外 剩下四分之一的份量 就来自一些低脂肪 低坏脂肪的肉类 譬如一些瘦的鸡肉 去皮鸡肉 瘦的猪肉 瘦的牛肉 一些海鲜 等等 这样吃法 我们每餐有这个饭肉 而且吃对比例 又够饱 又可以瘦 所以说 减肥是没有捷径的 有本事吃都要有本事减 看来我今晚吃完饭之后 都要做一下运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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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